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4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結束 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中紀委人員的名單 謎底已全部揭曉 毫無疑問 習近平大權在握 二十大被子已嘆號收場 北京前總書記胡錦濤在閉幕典禮上 被刊見地強行帶來會場 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人選更出人意料 10月23日中午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率領新一屆常委 在北京大會堂亮相 七名常委分別是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 蔡奇、丁薛祥和李希 除了習近平、王滬寧和趙樂際 是十九屆常委留任之外 其他新成員都是外界認為的習家軍 有專家分析 習近平權力已經超越毛澤東 加拿大華裔作家勝雪表示 隨著汪洋落選 改革派出局了 胡春華未能入場 李克強被迫裸退 意味著團派全軍覆滅 另外太子黨也靠邊站了 中共前總理李鵬之子李小鵬 和中共元老蒙古王烏蘭夫的孫女布小林 都落選二十屆中央委員 按排名職位 習近平仍然是中共總書記 李強今年3月因為上海封城飽受批評 但試圖沒有受影響 很高機率會擔任下一任中共總理 按照常委排名慣例 趙樂際將會任人大委員長 黃滬寧將任政協主席 習近平的親信李奇任書記處書記 大管家丁市長預料會任常務副總理 令一心腹李希將任中紀委書記 元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認為 胡錦濤被嫁走的影片也表明 連胡錦濤都沒有意料到中共新一屆領導班 只是這樣的人選 華裔作家勝雪對本台表示 連胡錦濤都從閉幕式的現場 在眾目攜攜之下直接被嫁出大會 連最基本禮節連一個面都不給了 雖然說從一開始 我也不相信雜下理想的這樣的判斷和傳言 但習近平將整個局面控制到這個程度 這樣還是有一些出人意外的 另外中央軍委委員揭曉 習近平連任軍委主席 高齡72歲的張又俠連任軍委副主席 熟悉中共軍方內幕的北京人士指出 習近平和張又俠兩人不僅是同鄉 習家和張家更是兩代交好 張又俠才是讓習近平真正放心的鐵桿習家軍 國際問題專家汪浩還注意到 外交方面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進入中央政治局 可能會接替楊潔篪擔任中央外事辦主任 而王毅是學日語出身的 沒有在美國工作過 汪浩判斷 習近平將來可能會提拔自己的女兒習明澤 作為與美國聯絡的台面下的渠道 汪浩對自由亞洲分析指出 習近平的權力掌控已經超越毛澤東 毛時代還要考慮到五湖四海 考慮不同野戰軍、不同派系的平衡 毛澤東時代用的人絕大多數是與他同輩 很多人的資歷比他更長、更老 毛澤東無法將這些人全部趕走 完全用他自己提拔的人 但習近平完全做到了用自己的人 除了王滬寧為三朝元老外 其他人完全是因為習近平個人掌權而雞犬升天 有人調刊 習近平擅長收拾高端人口 李強擅長收拾中端人口 蔡奇擅長收拾低端人口 王滬寧收拾雲端人口 這是個夢幻組合 至於被篩出局的汪洋和李克強 自由亞洲有評論認為 這兩人應該是19屆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當中 僅有的內心清醒者 按照習近平眼下的這個折騰法 李克強也好汪洋也好 都應該明白了急流勇退是福不是禍 在胡錦濤被帶離場後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頭版報道 特意選用了胡錦濤仍在主席台上的圖片 可見中共對國內人民 仍然竭力營造黨內團結的假象 但新華社卻法文透露 早於2020年底 習近平就統籌謀劃二十屆兩位人士準備工作 強調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甚至能駕馭複雜局面 評論人士李恆青說 習近平在二十大專門強調要鬥爭 他過去十年能走到今天都是因為鬥爭的結果 這點讓所有人都感覺到不寒而律 中國會再次進入一個運動不斷 令人不寒而律的時代 同時中共會有更多的搞殺內鬥 後續可能更多的是血與腥風 經濟學者程曉農博士指出 習近平用人只注重忠誠度 是否能幹不重要 這六個常委都是加速師 幫助將習近平的錯誤加速推向更嚴重的極端 知名人權人士魏京森表示 中共二十大是中共走向滅亡的一個轉折點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模式確實也走到頭 國家搞得很亂 腐敗很嚴重 這與中共權力集團專政統治有關 為了保住中共政權 現在轉移走向個人獨裁體制 但這樣標誌著共產黨已經走到頭了 很快就要滅亡了 中共二十大閉幕會上 前中共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 疑似被隔離會場的影片在網絡封傳 而將胡錦濤隔離現場的工作人員身份 也隨之曝光 與此同時 胡錦濤指指胡海鋒遭到中共全網封殺 其試圖再度引發外界關注和熱議 美聯社北京分社記者姜大逆發推文透露 嫁走胡錦濤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孔紹遜 孔紹遜今年4月份 才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一職 曾擔任中辦機關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中辦人事局局長 中辦定點扶貧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務 推文說 孔紹遜在11點19分 加著胡錦濤離場後 半小時後再次返回閉幕會現場 並彎下身與習近平低聲說話 似乎在這裡相問什麼 在得到習近平的指示後點了兩下頭 然後再次離開會場 孔紹遜的頂頭上司是中辦主任丁士祥 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丁士祥 已經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 成為新一屆政治局常委 而胡錦濤的長子胡海峰也是本屆人大代表之一 會議期間 胡海峰高度讚揚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 並表示深受鼓舞、倍感振奮 然而他後來勢必坐在台下 目睹老虎被離場的整個過程 胡海峰2013年進入政界 2018年6月升任麗水市委書記後 已經在原地打轉了四年多 期間多次傳出將會調升副省級 及進入中共二十大後補中央委員名單 胡錦濤被隔離二十大閉幕會場後 胡海峰的仕途也成為熱議話題 大多觀點認為胡海峰未來不妙 而且目前在微博搜尋胡海峰 竟然顯示未找到相關結果 顯示胡海峰的名字已經被列為禁詞遭到全面封殺 英國國防部日前曾經警告 中共正在以重金招募英國退役飛行員 前往中國訓練共軍 法國最近發現法國飛行員也是中共目標之一 而且中共特別瞄準 具有航空母艦起降訓練經驗的飛行員 為的就是要提升中國航艦飛行員的經驗 法國一名前任海軍飛行員 向費加諾報現身說法 透露中共如何向法國前飛行員招手 佛朗索瓦曾經擔任法軍航艦 戴高諾號的超級軍旗攻擊機飛行員 他證實近期一間位於南非的獵頭公司 曾經跟他接觸 共軍最近推出了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號 這座航母的彈射配備是電磁彈射器 這種技術目前只有美國正在使用 而即將採用相關技術的法國軍人 也曾經受過訓練 因此中共將算盤打到了法國前飛官身上 佛朗索瓦說 獵頭公司正在尋找航艦起降教官 提供每個月大約2萬歐元 到中國訓練中國飛行員 訓練過程為期三年 佛朗索瓦坦然 因為中方還用駕駛 給簽11戰鬥機的機會吸引他們 這樣的機會不多 他差點就去嘗試了 佛朗索瓦還提到 美國人並不在中共利用獵頭範圍當中 因為美國的情報單位早已非常警惕 報導指出 由於共軍還沒有和西方國家交戰的經驗 在海軍航空兵的領域當中 中共才剛起步 佛朗索瓦說 擁有外國教官可以讓中國飛行學得更快 並了解西方國家如何戰鬥 不過佛朗索瓦最終仍然拒絕 北京當局的高薪理由 佛朗索瓦表示 一來是怕惹想麻煩 再來也是因為出於外國心 佛朗索瓦說 這是關乎道德的選擇 因為法國與中國並不是同一個陣型 中共二十大報告毫不掩飾 對台灣謀求統一的迫切野心 並企圖在國際上孤立台灣 《紐約時報》報導 為防備中共二十大之後加快吞併 台灣更加將精力集中在外交事務上 在外交方略上廣開門路 包括以非官方管道的方式努力開展多餘外交 報導指出 雖然與十年前相比 駐台灣的大使館因為中共施壓等各種原因 數量有所減少 但台灣現在與更多國家 擁有更為實質性的聯繫 史達福大學學者林孝廷說 台灣的想法很有創造性 重新包裝或展述外交的含義 這是一種新趨勢一種新模式 例如最近是佩洛西訪台之後 台灣外交活動不斷激增 一定程度上為台灣美國雙方 創造更多建立聯繫的新機會 報道說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當中 提到的所謂外國干涉 在很多人眼裡 這樣表明中共越來越擔心 美國和國際社會對台灣表達的支持 包括加拿大 法國 日本和澳洲 在內的很多國家的代表團紛紛訪問台灣 以及對台灣問題發表強烈看法都是證明 澳洲國立大學台灣研究項目的政治學者 宋文迪說 對世界 尤其是西方國家來說 通過台灣問題來表達對中共的不滿 是一個有用的政策工具 另外 中共二十大完成新一輪人士佈局 習近平獨攬大權 民運人士黃丹分析 最值得台灣注意的是國台辦的部分 劉潔一等國台辦員有人馬幾乎全部解散 當然習近平會重組國台辦 但居然沒有保留任何原來的人馬 是好不尋常的舉動 因為這樣談不上任何工作傳承和交接 黃丹表示 這樣意味著對台政策 將會由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 國台辦名存失望 台灣是否陷入戰火 在習近平一個人的一念之間 沒有什麼比這個更令人擔心的了 俄羅斯持續入侵烏克蘭引發歐洲情勢緊張 西班牙星期六表示 將會再派出14架戰機 以及200多名士兵派往保加利亞及羅曼尼亞 以加強北約在東翼的威懾能力 綜合外媒報導 西班牙國防部22日發布聲明指出 馬德里將會在11月中旬至12月初 向保加利亞派遣6架歐洲戰機 和130名士兵以訓練當地部隊 在12月至明年3月間 也將會派遣8架F-18M戰機 130名空軍人員前往羅曼尼亞 以作為北約反應和威懾戰略的一部分 聲明也指出 西班牙將會向其空軍增派任務 以構成北約防空盾的一部分 自俄羅斯於今年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 西班牙已經陸續向保加利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 北約東部成員國陸續派遣12架戰機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